哈喽大家好,今天咱们用三个西红柿搭配一根黄瓜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先把西红柿花十字花刀,装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刚烧开的开水,烫两分钟 准备几片豆腐干,先切成条,再切成丁 一根黄瓜先切成片,再切成条,最后切成小丁 西红柿烫好后将它去皮,去皮后再将它切成片 再切成条,最后切成丁 把它装入一个纱布中,再把西红柿汁挤出来 尽量挤得干一点,西红柿汁不要倒掉 可以留着煮粥,也可以直接喝 然后放入一个大碗中,再把切好的黄瓜丁加进去 豆腐干也加进去 再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加一勺盐,一勺蚝油 先将它们搅拌均匀 再加入两大勺干面粉,将它们搅搅匀 最后搅拌成这样的面糊糊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将它切成小片 装入碗中备用 电饼铛热刷油 倒入面糊糊 用铲子将它摊平,稍微摊平一些 再在饼子上面滴一点食用油 然后盖上盖子,上下火煎三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再在饼子上面打入一个鸡蛋 再把鸡蛋铺均匀 火腿肠也加进来 再撒上一层黑芝麻更香 盖上盖子再焖四分钟 哇,好香啊 利用一个针电盘将它取出来 然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香喷喷的西红柿早餐饼就做好了 里面是满满的蔬菜 真的是非常的营养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早餐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